OK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看我們第二組的一個作品 這部作品它是一個很有趣的作品 為什麼這樣說呢 它是由一個很知名的動畫導演 這個動畫導演叫做佐藤順一 他自己來負責原創製作的一個作品 這部作品一開始沒有很紅 一開始其實這部作品是不紅的 到後來沒想到劇情轉折寫得太好了 角色刻畫得太棒了 這部作品就紅了 這是很多動畫很有趣的一些現象 有些動畫是一開始好看 有些動畫是到後來會越來越變得很好看 這個作品叫做萬花筒之星 Karei dos da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部作品呢 在這部作品它講的是 我們的女主角在一個劇團當中 她學習成長 努力地成為裡面的頭牌萬花筒之星 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而裡面有兩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一個是我們的女主角叫做苗木眼空 哪一雞の空 這個角色呢 她其實有很慘的一個過去 她小時候就看過這個劇團的演出 結果後她很喜歡這個劇團 我也想要變得跟他們一樣 結果呢 很不幸的她的父母遭受到意外 後來就身亡了 她後來被另外一個家庭所收養 可是她決定 她還是要去追求自己的目標 她後來一個人來到美國 加入了這個劇團 而這個故事講的就是 這個女主角Sola Kong 她在這個劇團當中成長的故事 在故事當中呢 你一定會遇到其他的一些角色 在這個劇團裡面 一開始進去之後 對她最不滿意的 對她最不滿意的那個角色呢 就是今天的另外一個角色 叫做雷拉哈米頓 雷拉哈米頓 這個角色呢 一開始的時候 不是一開始的時候 是整個劇團的一個台柱 我們對其主角是很不屑一顧的 這樣的角色 可是後來呢 慢慢的轉換了心情 最後呢 就認可了她 甚至呢戴莎 跟我們的女主角Sola 一起完成了夢幻的絕技 今天呢 我們呢 這是第三號 第三號的參賽者 吉莫婷 以及可筆 將會以舞蹈打鬥的方式 來重現這部作品 讓我們歡迎 第三組萬華統治席 第一組有開始吧 第三組合成長 第三組合成長 創造的 五中複雷 幾時 有時 rones Dellaさんがやってるのはすごい技だって Viseeでもない場所 あなたの実況 Viseeでもない場所 スピード 誰かを探してる 夢目まで変わる UNEORAN MAN 謝謝掌聲鼓勵第三組 來來來來 我們把燈光打開 哇這布景 OK好 我們來看看其實這個布景會長得一個非常漂亮的東西 我們來看看這個東西 還要看嗎 我們想看看這個 這個已經炸了 我就不管了 我要看這個 我們拎著這個往前 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翅膀 翅膀 這是自己做的嗎 這是自己做的 自己一個一個羽毛黏出來的 好多時間吧對不對 一根一根慢慢黏 所以整個表演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Cosplay表演很有趣 它可能有很多段的一個變化 你們的表演當中 我們看到的是一開始的一個打鬥 然後後來呢 衣服又做了一次的轉換 然後再出來 第二段的劇情 所以是誰不能去安排這些的 是我們兩個一起討論的 OK 所以我相信應該花了很多的時間 而且你們還要做衣服啊 你們還要捏羽毛對不對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希望你們能夠有很好的成績 再次也熱烈掌聲 來 謝謝大家的參賽者 請莫婷